护照是什么不用多说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出国旅行必不可少 有过护照丢失经验的人 对此应该深有体会 不过也许大家有所不知 全世界虽有众多护照 但却只有四种颜色 分别是红色 蓝色 绿色和黑色 也许有小伙伴会纳闷 护照都是一个样子嘛 翻翻正正 里面也都是差不多的签证纸 有何区别呢 其实不然 你看的都是平常的情况 但是在特定的机器下 可大不一样啊 你看这个是加拿大的护照 灯火辉煌啊 怎么样 是不是很漂亮呢 所以虽然全世界的护照 只有四种颜色 样子也长得差不多 但里面那页就是千差万别 丰富多彩啊 有的国家设计的护照 实在太难看 而有的国家 却把护照设计得特别精美 虎哥今天就带大家 去看看世界上 极其漂亮的五本护照 都长得什么样子 在这之前 别忘了点击视频下方的 按订阅按钮和开启小铃铛 可以让你在第一时间 获得这个频道的最新内容 好吧 咱们开始吧 最美护照名单上的第一站 就是拥有千湖之国美称的芬兰 这款外观为酒红色的护照 印有芬兰国灰 散发出优雅的环视 以及古典历史的氛围啊 但真正精彩的是护照内的图案 在快速翻越之下 呈现出一支麋鹿 正轻松随意地漫步着 真的是将美观和趣味 合而为一样 这种设计 让虎哥不得不佩服 非常巧妙 澳洲的新护照 乍看之下非常普通 但内页的设计却是非常惊艳 不需要此外线的照射 护照内就充满了各种华丽的图案 以及歇艳的色彩啊 你如果打开澳大利亚的护照 你会发现其页面上 有各种澳洲特色的物种 有各种植物、动物和本土传统的图案 例如袋鼠、鸭嘴兽、沙滩、赛骆驼等等 其中袋鼠还能够在紫外观下发生变幻 从页面的一边移到另一边非常神奇 如此做工复杂 所以也使得澳大利亚护照 成为世界上最难伪造的护照之一 欣赏匈牙利的护照 的确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 护照使用了经典的欧洲勃根地 酒红色和金色 但是让匈牙利护照成为最美丽护照的原因 只能经由紫外线才能看得到 隐藏在《千证夜》上的是 匈牙利两首国歌之一的乐谱 而护照上还包括了国歌前八行的歌词 这种设计真的是太有创意了 感觉那些音符都能跳动起来 懂音乐的人 估计这会儿就能直接的哼出曲的了吧 也难怪 因为匈牙利这块国土上 曾经产生过像李斯特这种 世界级的著名作曲家和甘情大师 音乐在这国家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 是匈牙利民众引以为豪的国粹 虽然说加拿大的护照封面 看起来跟一般的护照差不多 但它打开之后 你就会发现每一页 都有着非常不一样的精美图案 其内容涉及到加拿大的历史建筑 名人、瀑布 还有加拿大的标志图案、枫叶 这些图案看似都很普通 但是只要你拿出紫外线官 去照射护照的那一眼 就会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画面 从烟火到鹅、叶子和圆形图案 绚丽多彩、灯火辉煌 所以加拿大的护照在观照之下 瞬间就会变成了一个梦幻的童话世界 怎么样?是不是很漂亮呢? 世界上最美护照的最后一站 是美丽的北欧国家挪威 挪威的护照类叶 奉行北欧传统的简约主义风格 护照的设计 采用白色、红色和蓝绿色的鲜艳色彩封面 翻开护照 内叶印有挪威美丽的湖冠山景 当然少不了著名的霞弯 线条简单而迷人 蓝绿、灰色、焦香故隐 这样的精美图案 通常只有艺术杂志和画篮中才能看得到 白色封面的护照是给移民 蓝色封面的护照是给外交官 红色封面的护照是给一般的大众使用 最逆人惊叹的地方在于 将挪威护照置于紫外观灯下 夜面上的风景就立马变成了一种极炫的夜景 黑暗电蓝的背景下 高尚上的北极观 泛着紫色与绿色 旁边还悬着一颗孤独的星星 这种紧约主义的设计 让挪威护照成了全世界护照界永恒的经典 这种风格你喜欢吗? 以上就是虎哥为大家介绍的 五个世界上最美的护照 当然了 还有很多非常美的护照 可能就在你的手上 所以虎哥建议大家 好好打开和欣赏一下自己的护照 放在紫外观灯下照一照 说不定你手中的护照 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护照呢? 还是那句老话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我每周会定期更新有趣有料 有文化的奇闻故事 虎哥说奇闻与众不同 我们下期再见吧!